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Python语言编程基础课程 第三阶段,第四节课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一节课的内容 上一节课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函数的概念 以及函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如说用define这个关键字来定义函数 identify什么是参数 什么是有返回return的函数和没有return的函数 全局变量与局部变量的区别 那么这节课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讨论函数 这节课我们将讨论以下几个概念 因为参数在函数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而Python里面对参数的特性有很多特殊的点 所以我们跟大家会重点介绍几类特殊参数的用法 比如说什么是默认参数 什么是关键字参数 keyword parameters 默认参数就是default parameters 和一个参数 如果我们不知道参数的个数 我们可以用一个灵活的不指名参数个数的 叫variable arguments来定义 好下面我们就结合具体的代码例子 给大家介绍这三个概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上一个课我们跟大家介绍了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假设我们一个定义一个函数 里面有一个字符串 并且我们想把这个字符串重复若干次 当时大家记得我们没有这一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字符串 stream有一个times来指明 我们要把这个字符串重复多少次 那么有的时候呢 在python里面我们可能想有一个默认的值 也就是说当我们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指明所有的参数的值 如果没有指明一些参数值的时候 我们将让这个函数使用默认值 比如说在这里 我们如果没有指明要重复多少次 我们就默认这个函数里面 将把这个字符串重复一次 所以我们第一类用法 就是叫默认函数的用法 我们可以在定义函数的时候 直接在里面 在参数的名称后面加等号 以及要他赋予的默认值 这样呢我们就定义好了一个默认参数的函数 好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在定义完这个默认参数值的函数的时候 我们如何来调用并使用这个函数 举一个例子 这个函数将把一个字符串重复入单次 并且返回重复过之后的这个字符串 那么我们现在定义一个新的变量 叫repeated streams 也就是我们要把函数返回的值负给这个新的变量 这一点和上节课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大家注意 在我们传入参数时 这时我们只传入一个参数 这个函数本身有两个值 那么我们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只传入了第一个 参数里面的第一个值 字符串 而并没有指明我们要重复多少次 并没有指明第二个参数值 这时呢我们期待python会使用 我们定义函数时使用的默认值 也就是1 好我们试一下这个实验结果 先把第二行注释掉 好大家看到程序打出了happy birthday 也就是说我们只传入一个参数 但是呢在我们函数定义的时候 因为我们定义了默认的参数 所以呢 这个函数默认的把times的值复为1 所以只重复了一遍 happy birthday 好那同学们说 我们能不能跨越过之前说的定义的默认参数 来指明这个times的一个特殊值呢 也就是说我们当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我们想指明 非默认值来赋予 它作为第二个参数的值 这样当然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可以有选择性的 只填入一个参数 或者两个参数 当我们填入两个参数的时候呢 第二个值它就跨越过 times等于1这一行默认参数 我们就等于说把这个4的参数值传到了函数定义的times里面 把我们要传入的这个字符串重复了4次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结果 大家看到我们打印出的happy birthday重复了4次 这时同学们可能会好奇一个问题 说当时当我们只指定一个参数的时候 python编辑器 它怎么能知道我们赋予的是第一个函数里面 我们定义的第一个参数的值还是第二个参数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python在我们调用函数的时候 它将会在调用的函数里面和我们定义的函数里面 同时取第一个参数作为对应 也就是说它会把第一个 我们调用的第一个函数值负语 我们在定义函数的第一个参数 然后再依次往下对比 所以当我们只用一个参数的时候 也就是在这行代码的时候 python首先找到第一个 我们负语的值 也就是happy birthday 然后在定义函数的括号里面 找到第一个参数 s 会把happy birthday的值负给s 这时呢 python在下一个 在我们定义函数时 找下一个参数 已经没有了 因为我们只传入了一个参数的值 这时python会发现 在我们定义函数的时候 有一个默认参数 所以我们就把s 负于happy birthday times等于1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python是按从左到右的顺序来一一找对应的 我们就有一个限制要求 就是说不能在默认参数后面 跟随没有默认参数 什么意思呢 跟大家解释一下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 我们调认函数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 fa b等于2 在我们定义函数的时候 这样是合法的 因为我们前面 是没有使用默认参数 后面可以使用默认参数 但我们不能说 我们前面某一个值 使用默认参数 但后面的值没有默认参数 这样的语法是非法的 因为python无法进行对应 好 所以大家明白 我们如果有一个参数 使用了默认参数 那他们后面所有的值 都应该有默认参数 也就是说 我们把所有有默认参数的 都要放在最尾 作为一个函数定义 好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介绍 下一个概念 叫做关键字参数 Keyword Parameters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有的时候 当我们调用函数的时候 我们并不想 给所有的参数都传值 我们只想 选择性的传入部分的参数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到 关键字参数 举一个例子 假设我们现在定义一个函数 里面有三个参数 A B和C 大家这里注意到 B和C 我们使用了默认参数的方法 给它赋予了默认值 分别是4和8 然后函数的内容很简单 我们简单的把A B C三个参数的值打印出来 好 在这时我们定义完函数之后 我们调用函数的时候 我们来看三个例子 首先第一个例子 我们调用的时候 传入了13和17 两个参数 大家还记得我们刚才讲的 在Python的Interpreter里面会找到参数列中的第一个数 并且与函数定义中的第一个数做对应 所以A就被赋予了指示13 我们先把后面两行可以注视掉 这时呢 17会与我们定义函数的第二个值B做对比 尽管我们在B使用了默认参数4 但是因为我们指明了17 作为第二个参数传入 所以17会覆盖掉B等于4 给B复制为17 如果我们只传入两个参数 第三个参数自然函数使用 默认参数的是8 所以我们打印出来的结果应该是 A13B17C18 好这是第一个例子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例子 假设我们传125 逗号我们不想传入B的值 而使用默认B直接传入一个C的值 那么这样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125自然对应第一个A 然后当我们 当python interpreter 来处理第二个值的时候 因为我们指明了我们要传入的是C等于24 这是python interpreter会跨越过第二个参数 也就是使用默认值B等于4 而直接将C复制为24 也就是覆盖掉C等于8 这是我们期待看到的应该是A是1到25 B是4 而C是我们用关键字参数传入的C等于24 大家看到A125 B是4 C是24 大家注意一点 当我们使用关键字指明它的值在调用函数的时候 我们就顺序就没有那么重要 因为我们可以已经指明我们要复入的值是C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灵活的使用 比如说我们指明C等于40 那当我们调用的时候 它将覆盖掉C等于8 然后我们指明A等于80 这是它将覆盖掉我们之前所定义的A 然后B我们并没有说明它将使用默认值4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A80 B4 C40 好 这个是关于参数的另外一种用法 叫做keyword parameters 关键字参数 这是有的同学可能在想 那假设我定义一个函数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我调用的时候会传入多少个参数 这个值可能是一个变化的值 可能我会传入三个参数 可能我会传入五个参数 可能我会传入十个参数 在这种情况下 有没有一种方法来简洁的定义呢 当然是有的 Python的语法非常灵活 也就是说 在我们定义函数的时候 有一种特殊的用法 叫做variable arguments 在这种用法中 我们不必指明多少个参数 而是把参数的数量当做一个变量来传入 好 我们看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在Python中有一个特殊的符号 信号 当我们用信号 在前加入一个参数名时 这时Python将默认我们传入的参数是一个list 也就是说可以是多个 那么当我们使用两个信号的时候呢 Python将把我们传入的有关键字指明的参数 在这个多个函数来跟它对应起来传入 好 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函数的意思 这个函数大家看到 首先我们有一个 我们想打印出来一些我们定义的参数 第一部分呢 是我们叫formal parameter f 它的意思也就是说 跟我们之前的习惯用法一样 我们把第一个传入的参数当做这个formal parameter 算是比较原始的用法 也是之前我们常用的方法 第二个参数我们看到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参数 而是一串 一系列参数 因为我们用了一个单独的信号 然后我们传入一系列数 numbers 所以当我们传入多个数的时候 它都会对应在这个信号之后的变量中 numbers里面 第三部分我们用了两个信号 两个信号之后我们有一个words 也就是说我们想所有当我们用keywords指明的参数 这个多个参数 几个呢 不知道几个 多个都附在这个words里面 当然这个名字跟定义函数一样 是我们随意可以起的 这里只是为了表明 我们想先传入一些数字 再传入一些有指明关键字的参数 所以我们用了numbers和words 这两个变量名当然有同学们任意可以起 好 接下来的函数的主体部分 函数的body部分非常简单 也就是我们分别把这三部分 正式的parameter 单独的和一串 个数可以是一个变量的参数 参数组和后面我们用 关键字表明的参数组分别打印出来就好了 好 这是我们看一下我们如何调用这个 函数 首先函数名 接下来我们先传入一个字符串 当然很简单 这个字符串自然跟我们第一个通常用法的参数 对应起来 也就是说f para被赋予hello这个值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传入了一系列的参数 那么python如何知道哪些参数对应哪一个部分 大家注意 尽管我们传了一系列参数 但它可以分为两种前四个值 一三五七 我们并没有用关键字的方式来定义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说什么等于一 什么等于三 什么等于五 什么等于七 那么它自然会和我们用单信号键指明的这个numbers 对应起来 也就是说这个numbers一下被赋予了四个数的值 做一个表 附进去 后面两个部分 因为我们指明了word和anotherword 也就是两个关键字 那么它自然跟我们用两个信号键的words对应起来 因为两个信号键后面它对应的是 有用关键字指明的参数列表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调用这个function的结果 大家看到 正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 第一个单独的参数 被赋予了hello打印出来 第二个numbers 其实呢 同学们注意 这是一个小括号 还记得吧 小括号我们之前介绍的tuple的时候 也就是原组的时候介绍到 它是用来表示原组tuple的 也就是说 其实python内部是把这个numbers 这个参数一系列参数当作一个tuple原组来对待把它传进去 并且打印出来 好 我们再看一下第三部分 也就是说 我们传入了这个python和jama这两个部分 作为用关键字指明的参数和这个两个信号后的这个words对应起来 那么它呢 同学们想起来了 这个大括号是用来给你什么的呢 回忆一下 对了 我们学过list tuple和dictionary 这个大括号就是用来定义dictionary的 也就是说 其实python内部是把后面两个参数 因为我们指明了是用keyword 也就是指明了用参数 关键字来定义的方式 把它当作用一个字典的形式传入方程里面 这是我们就以字典的形式答应出来 这两个字 好的 希望这节课之后 同学们对函数本身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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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